Hello 大家好 又是阿鵬 在這裡跟大家分享心水的時候 接下來星期日 大家記住是11場的賽馬 頭場新馬賽是12點半 大家記住不要想著1點中 是12點半 好了 接下來講多無謂 解釋馬最實際 接下來我推介第六場四班千四 先看看這貨集 就是8號這隻星夢帝國 這隻星夢帝國 上年20年的11月1號跑完之後 就拉了倉轉了葉楚行 試過三個集 看看八檔那隻 現在就在內蘭那隻 藍衣藍帽那隻 這貨集你看到這隻馬都很厲害 轉了倉之後 坦白說賀良可能是有些寶藏 過對利 葉楚行 試了三貨集之後 我們看上一個集 不錯的 整體的發揮表現 雖然試一千的直路 但是他跑千四 其實一千和千四的斷速 那個透氣位都差不多 雖然可以作一個參考 你按住按住這隻馬都 挺油的 沒辦法 因為由於那組馬 都有些比較高分 雖然他都不是說 叫做 在很前列 回來 不過這隻馬你看 最後都是跑第三 鬆一點點姜誠 梁家俊就比較鬆一點 鬆一鬆這隻馬就開始 咦 有少少走勢了 然後上去的時候 鬆一鬆 然後最終是第三 這隻馬很厲害 我經常覺得 在賀良今季 說真的 賀良這個馬房的表現 說真的 真是一般穩定 轉了倉的馬 希望都有交代 我覺得這隻馬 都叫做 糟糕糟糕 絕對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 我找他做膽 腳方面 4號 合約精神 今次就11檔 其實上次都是10檔 都是差一點 上次跟前置走 最後呢 可能叫做組團浪費了一點力 最終是輸給 紅衣震撼 二進 影侄那些 那三隻都是不錯的 四班馬來的 說真句 他輸得比那些馬 我覺得 實力絕對有 羅富全 繼續運 頓哥繼續 所以大家要拖 另外 10號 洪專勇士 洪專勇士自從 五班上了四班 想著這隻馬不夠 上四班照贏 贏完之後 上場的表現 說真的一般 這次 雖在十二檔 但應該有些分頭給大家 這隻馬 別看笑他 我覺得四班 都可以 夠了 夠照 因為上班都能夠 贏兩個馬位 贏勝利在手 馬高臣 當然啦 他贏日谷草 這次 轉戰 沙田千四 其實他本身 沙田千四 那個表現 贏了一個 兩個 第二 都是叫準成 所以拖 還有 11號 春風得二 我覺得這隻馬 這次有些配備的改變 雖在是當位差一點 但其實他也是 後追馬 所以排外檔 不用說 內檔被人掩蓋 寧願 拉出外面衝 這次就不找 田大安 這次是梁家俊 梁家俊也OK的 最近大家都知道 手風也挺順 還有 應該有些分頭 所以拖 推介就是這四隻 7號 聖無大國造膽 拖四號合約精神 10號洪尊勇士 11號春風得二 另外兩位拍檔 Mathieu 張老師 也有好東西推介給大家 大家記住 看我們的提示 雖然 上一回合我們 心水一般 但說真的 這一回合就來了 記得支持我們 拜拜 拜拜